好 長榮罷工這件事情 事實上也算有政治味的 而且他們這兩天吵得非常兇 在昨天晚上的時候 長榮的首席副總經理何慶生 他在桃園的南崁長榮總部前面 因為架設舞台的問題 跟自家的空腹員吵了起來 那我只是擺個 剛剛也是這樣 那我決定 什麼你可以決定 他們有什麼事情 告訴你 我會想說是因為架一直這麼專制 所以原本才會上場CV 這專制怎麼樣 對 所以你現在說 你說你才會上場CV 但是為什麼要能夠聽到這種事件 沒有 就是要跟威權跟其他管理 好 總經理 今天公司不是這樣 你還有可以穿上這套制服 走到全世界很proud嗎 可以吧 沒有總裁的這個 今天你有 那就好啦 那我們就是原大的專制管理不好 所以我們總可以趕進 要趕進 絕有空間趕進 也沒有視權師們 我們不可能是最好的 我們要更好 但是你這個方法是對的 我們今天不是很趕 很趕在討論架頭台而已嗎 很 很簡單 你要在這裡OK 混一個大門出來 你OK 我們馬上買到我們車的車子 就這麼簡單 我說了算 他也車 車也車不了他們 那你給你自己有點退 好 這個 這個長榮已經在罷工了 交通部長林佳龍 人在哪裡 好 交通部長可以看到 他現在在國外的機場 我覺得他真的滿辛苦的 因為他18號才剛出發 要到貝里斯去拚外交 可是沒有多久就傳出來 長榮要罷工了 所以他登場沒多久 又趕快再回到台灣 但他為什麼一定要他去貝里斯 總統邪命要求他去 拚外交這件事情 不是應該是外交部長去嗎 可是這次總統要求他要去 我覺得他也是真的滿辛苦 不得已 OK 貝里斯你有去過嗎 沒有去過 我有去過 貝里斯非常的炎熱 是那種到三更半夜 還有34度那一種的 就是非常炎熱的國家 然後貝里斯的話 所以我覺得他去拚外交 其實很辛苦 而且是總統要求他去 我覺得他可能也順便要去考察一下 貝里斯的這個機場 因為貝里斯的機場真的很小 747的飛機基本上要降的話 是那種衝下去 他應該是轉來轉去吧 沒有 747直接下去嗎 我們上次是直接衝下去了 但是是要這樣到邊 然後停下來 那還滿驚悚的 對 而且他其實77還沒有梯子 還要用737的梯子 我們好像扯太遠了 對 扯太遠 不知道交通部長這次去 這些狀況有沒有改善